大家的兴趣 就是有一位刘先生 他在ATM机上取钱的时候 发现呢 这钱里边有一张错版人民币 他找了一家拍卖公司给他鉴定 说这个错版人民币啊 市场价能值一百万 你看本来是一张一百块钱的钞票 居然能值一百万 这不等于天上掉个馅饼吗 那么我们大家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错版人民币 到底是不是这个类型人民币呢 是不是你有了一张错版人民币 就如同买钱票一样 中个大奖了 这馅饼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ATM机取出错版百元钞票 估价竟然高达百万 百元换百万 如此天方夜谭的事 会是真的吗 校准 试版 检查 人民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漏白 错色 偏移 错版币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它是如何夺过了检验的层层关卡流通到市面上的 错版人民币连连上演升值神话 为何成了收藏的大热门 天价拍卖里又藏着什么猫腻 持有者 拍卖公司 收藏者 错版币究竟成全了谁的发财梦 警惕 伪造错版币诈骗 您要收藏还得擦亮眼睛 本期老良观世界 为你深度揭秘 错版人民币 真的那么值钱 咱们先说说刘先生手里这100块钱 到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这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 他为了交房租 用银行卡在这个ATM机上取钱 结果他一张一张查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人民币 这100块钱跟别的100块钱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这人民币我们都知道 这里不有水印吗 你透着光怎么的都能看得见 他发现这个左侧的水印 跟其他人民币对着一笔全部一样 这个刘先生当时第一反应的是 这是个假钱 为了他现在这假钱也不算少见 假的 但他又怀疑 他就拿这个到银行去问起 说我这是假的 还是错版人民币 结果这银行工作人员给他用 就是高水平的这种验钞机 验来验去 说没错这就是真的 这肯定是真的 估计这是印的时候印错了 这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说 把它给收回 因为按照我们官家规定的 正在流通的货币 如果出现了错的情况 残赐品的情况 那么银行是有义务把它回收的 就像是假钱 银行又发现了 也必须得没收 可是道理一样 当然呢 要是真钱的残赐品呢 你把这个银行给收回来 也得等着给人这一百块钱 但是这个银行工作人员呢 可能也是这刘先生坚持 就也没给他回收 就这么的刘先生说 这既然是真的 那这就是传说中的错版人民币啊 拿这个他就奔了一家拍卖公司 他们公司给他鉴定完 说你这样 值一百万 哎呀把刘先生乐的 真是错版币的话 能值好几万 动不动就上十万上百万 好像是中了头的彩票的感觉 那么说这个 是不是就是大伙一直说的错版人民币呢 不是那个概念 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版人民币 说明呢 你长久以来 对人民币的印刷不了解 甚至有误解 你想想咱们国家 这人民币每天发行量得多大 就印人民币这模板 原来这刁板 这是不可能错的 因为他在投放使用过程当中 那他不知道得经过多数人 来这个检查呀 琢磨呀 哪对不对呀 这个版不可能错 所以一旦出现 跟正常人民币不一样 但是又是真的 不是假的 都叫错版人民币 这是不对的 因为人民币的版是不可能错的 所谓的错版人民币是什么呢 应该叫错误印刷的人民币 或者叫便移版的人民币 这更恰当一点 常见的便移是什么 就刚才我说水印的印错了 或者水印的花门倒过来了 或者哪个地方 没印上 是白纸白地 或者哪边漏印了 或者印出同一个号来了 这统一是属于叫错误的人民币 你不能叫错版人币 是印刷错误的人民币 印体或错体的质地 在流通中确有个案存在 产生的原因 基本上来自钞纸上和印刷中 比如由于印钞纸错位 折证 人民币可能就会出现 富饵 折白 水印瑕疵等问题 与印版无关 而本次新闻中 刘先生从ATM机中取出的 这张错版币 正是因为印钞纸偏移 而造成了水印瑕疵 如果纸币出现漏白 漏色 褐色 墨 水印移味 裁切偏差等问题 则是因为印刷过程中 由墨而导致的 也与印版无关 这些变异的印刷品 均属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不合格产品 这个不是一点都不存在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是印刷 这个都好多 只有那种的 小幅度的都不存 这个都做成就没问题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我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经常使这一百块钱 五十块钱的 几毛钱的 这是怎么印出来 这首先一道环节是选这个印纸 因为人民币的纸啊 和咱们平常用的一般纸都不一样 它也比较耐容 也比较不容易被刺裂 而且是耐酸耐碱 上面呢还能有很多 印上很多水门 它是特殊纸杖 这特殊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有的朋友 我就我这经历 比如说从银行 取出一万块钱 再说嘎嘎新的啊 最新的票子 扁 扁完之后你不识不觉 我有次就发现 我这十纸这儿 被划出一道口来 都出血了 就人民币那个纸啊 很锋利 就它和一般的纸不一样 咱们一般的印厂 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是做过杂志的人 我知道 这印刷过程 不管你是平板印刷 还是轮转印刷 你事先呢 要在纸张上试一遍 调试的最佳效果 才开始印 怎么用多少墨啊 怎么怎么这些 但是人民币不行 它在试着印刷的时候 只能在普通白纸上 不能在真正印钞纸上印 为什么 印钞纸是有数的 就哪怕你有一张 摘成墨了 不能用了 你这张都得往上包 说我有一张 不能印了 备案 然后再由相关部门来 全程录像 把它销毁 登记在案 为什么 一张印钞纸 就是一张钱的 那是一回事的 所以选纸这一块 非常关键 这由于所有的人民币 都是基金一刷 出点错是难免的 有人说那基金一刷 还能出错 我举个例子 可能这纸啊 印钞纸 进入到这会之后呢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准哪 就稍微的有个小纸 结果再往前印的时候 啪给它拍扁了 再到下一道工区 再接着往前印 还能让 结果呢 你把它打开之后 那么出纸的内侧呢 就没印上 这就想不想说漏白 一折出现白的 这就一刷过程当中 可以说 偶尔会出现的错误 那么 其他的像漏印的了 水人弄错了 就把我把纸选出来 有的这时候呢 工人呢 把这纸呢 放到这呢 你得按照水印的方向放 如果你要是放反了 那水也就到过来 整个这密就都作备了 所以这选纸过程 到印刷过程 出现这些错误 不是没有揪错机制 这个出现的概率 极少极少 非常小 然后到第三道工序呢 就印完了之后 放着呢 都是由工人来检查 看看有没有印漏的 印错的 这一关 倒是细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是一张一张的 在这灯光底下 放漫镜底下 足以的看 然后这才能真正出场 就人民币出场 规格是非常严重 那么经过这样的检测呢 大致它人民币出现 印刷错误的可能啊 甚至千万分之一都不到 就是数量太小了 但是不等一点没有 所以这些年呢 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 说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 在市场多少多少钱 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 它是有的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小小一张错版币 成了收藏大热门 拍卖公司开出百万估价 然而错版币持有者 却为何四处奔波 求卖无门 天价估价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猫腻 又是什么导致 错版币市场 常常有价无市 这里面还暗藏了 怎样的重重陷阱 老良官世界 错版人民币 真的那么值钱 正在播出 这些年呢 我们大家偶尔都能听到 出现了错误的人民币 在市场多少多少钱 就是它不是一点没有 它是有的 合肥的何先生 有一张水印倒置的 百元人民币 他将这一信息发到网上 上海一家拍卖行 竟愿意出价230万 消息随即 因发轰动 济南的王女士 有两张连号的一脚纸币 纸币上国灰图案 比正常纸币的色泽要浅 右下角 把来该有的一脚滋咬缺失 成了空白 王女士将手中的这两张错币 晒到网上 每天都会接到数十个 自称拍卖行工作人员的电话 给出的起拍价 一般都是200万到300万 最高的 给到过800万 由于错版币收藏门槛低 市场估价却十分诱人 所以错版币自然成了那些 梦想一夜暴富的收藏者们 竟相追捧的新宠儿 然而 真正具有收藏价值的错版币 只是凤毛麟角 成功成交的案例 却更是微乎其微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也听过这报道 一个错版人民币出去之后 哎呦 这值钱了 几十万的 上百万的 还有说八百万 有说上千万收购一张 这都有 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 这里头有真有假 绝大多数是假的 为什么它是假的呢 假如我手里有一张错版人民币 我在没找到买主之前 我可能就会炒 我说这个也不是我的 我从哪哪弄的 我花了一百万的 你说我买了就一百万了 可能这价格底就是一百万 你再要从我这买一百二十万 一百五十万 我就挣钱了 把价格就太高了 就是它是一种炒作手段 你看到的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有时候愿意猎奇 这是一种炒作手段 有时候那不对 我看拍卖行 拍卖 我见着过 它一张拍了几百万 那个拍卖行里头水费也很大 就是它为了把这玩意炒起来 经过拍卖不宣传出去了吗 它其实是个假拍卖过程 我可能我这边去拍卖去 我让朋友拿钱再把它买回 兜一圈 把这个价值一下洗得很高 错版比估价百万的新闻不断出现 曝光了如今拍卖行业存在的乱象 不少高价流拍的背后 是一些拍卖公司为了赢得市场关注度 从而联合拍拖 炒出的虚假高价 有的拍卖公司为了盈利 对于拍品来得不惧 还乔丽明目来赚取服务费 甚至为了佣金造假 支甲拍甲 记者在地摊上买了一块50元的石头 这个超级50元 拿到拍卖公司鉴定 没想到在鉴定师的口中 一块地摊货竟然摇身 变成了高级玉石 这个肯定是新疆合影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能拍到的话 我估计就是几十万 五十万差不多 从2005年至2012年间 有24幅陈丹青假画 在拍卖场上 以高价拍出 拍卖好像是一个商业机构 它不是鉴定机构 理论上它好像不负责 这个话是假的 一位拍卖业权威人士 曾私下线记者透露 现在艺术品拍卖 包括古丸 拍卖保证率不超过30% 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 拍卖人 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 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 或者品质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根据该条不保证条款 只要拍卖公司事先声明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即使买家拍到厌制 也只能自认脑霉 这一点咱们有朋友搞拍卖的 或者说你经常接触 自画古丸 你明白吗 比方说张大千的画 假如说这一幅不值一千万 到拍卖市场拍出两千万来了 为啥呢 拍这个人玩了一个 左手跟右手的游戏 我给拍卖公司一定的佣金 目的是啥 把这画价格炒起来 一下炒到两千万 这时候我手里有五六张张大千的 你想想那什么价呢 原来是不到一千万 现在能炒到两千万 我再往重卖不就值得钱了吗 所以这是一种常现的炒作手段 即使偶有这真的 说找这个错版人民币 真就卖出去了 那冤大头不定哪家哪愿能找着 为什么呢 真正收藏UB卡的这些人 他是不拿着错版人民币 特当回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错误人民币 出现的概率极小 你这市场滑了滑了也没多少 它根本形成不了一个完善的市场 它不像比方说80年的头票 不要说冤大头 说过去送债的股钱 它毕竟数量在那 有数量才有市场 才形成降格高低 形成一个力量 你这没有基本数量保证 就没有市场 所以你说错版人民币 现在比如说你在网上 我要买什么什么 估计一堆骗子上来 有价无市 所以这个错版人民币 能卖多少钱 应该是什么样的炒作规律 市场规律 现在都没有莫清楚 就没有一定之规 等真正搞收藏的 想从这里边捉摸 有的收了错版人民币 也是自娱自乐 搁手里玩 等真正指着挣钱的 假如说我用80万买了错版人民币 不知道后天马月能卖得出去 你还进你手中 你再出去变现 那可太难了 就是说这个处在有价无市的状态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拍卖公司 它给你出价 这里头有冒腻 如果你委托它给你拍卖 那好 你之前得给我宣传费 拍卖完了得给我用金 我在杭州这边 他们说能值180多万 公司说是真的 但是他让我要交一万多块钱 那那个手 好像是就手艺费 他们帮我们要包装一下 他说 这个用金比例的宣传费比例 都是以什么定的 以它的拍卖价格定的 比方说我拍卖价格 假如说一百万 先去宣传费 你先给我一万块钱宣传费 我要说你这就十万 那百分之一宣传费的话 你才一千块钱 当然正规拍卖公司 拍卖之前是不会收你宣传费的 但是一些乱七八糟 小拍卖公司 健保公司 他要说给你炒作 这事给你宣传 他收你宣传费 所以这些人出于利益的目的 容易把这卖主给忽悠的 五米三道的 不知道怎么是 把一些持有挫满人民币 给忽悠的 哎呦我这值这么多钱 其实最后你发现 能拍卖出去的微乎气味 非常少 而之前你这宣传费 这样的那都搭进去了 而且他这里衍生出 各种各样的骗局 哎你比方你这有挫满人民币 说跟哪哪联系 说好 你来我给你介绍买主 你拍个视频过来 有买主了 人家愿意出二百万买 那好 你到我这来 你先得从银行里 给我打百分之二的介绍费 你先打四万块钱 给我当介绍费 要不我不跟你介绍 那买主了 我知道他是谁 你俩也联系不上 所以这些你当时去 你就只可能就 子虚乌有梅的买主 当时就说不买了 你怎么办 你这介绍费 你也得给人家 都已经打过去了 所以这里头 有很多骗局在里面 深圳市民田先生取钱时 取出了这一张挫板币 从田先生给出的人民币 可以看到 在头像左边 有一块长约五毫米 宽一毫米的印函 田先生随后在微博上 发了张照片 接着就有一家杭州的 收藏公司联系田先生 说这张挫板的人民币 价值很高 不过对方又提出 让田先生交付 最少一年的展览费 找到买家后 再谈价格事宜 然后他出了一个市场价 给我 市场价是50万左右 他有说让我交 在杭州展览的话 一年是4000多块钱 今生的田先生 在网上搜索了 这家收藏公司后 发现有多条 关于该公司涉嫌诈骗的信息 而业内人士认为 挫板币 卖50万的可能性不大 挫板币的实际上 是实际上的还是有的 就是没有那么高的价值的 但是可能就是 就是说 如果说喜欢的人的话 可能能卖几万块钱 这个有可能 比如说几十万的话 我估计可能实际上的 肯定是没人家 当利益蒙住双脚